今天收盘,还是集结就进入到我们的阶梯榜 简简单单几句,因为重复太多也感觉到啰嗦 首先与控,今天没有溢价 也就是昨天打他进来的,今天是亏钱的,被套的 至于是拿着他的指数就看本人这种计划 基本上我这边都是不把就走 把刚好的时间基金留给下一个 所以我们把这个先去掉,这个是不行了 退队了 然后宝塔实业,今天上午中午讲的万事皆有可能 而且它带有国资委的这三个字在这里面 价格仅仅在九块出头 下午终于还是板上了 也就是它成了今天的空间龙五板,四进五 那么明天能不能充六板 不清楚 从高到低,中金链子它顶个四板 顶个四板 这两个就排在了我们的前面 先看一下宝塔实业今天的这种黑线走势 韭菜打版三条纪律里面的第一条 五板 不看 今天以前没有涨停访的票 不用看 这句话说的不是没有涨停访的票就不会涨 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缩小 我们可操作的范围 模式规定了我们所看的目标范围 这些涨停板你回去看看 当然现在所有一些回头都是马后炮 但是这里面的两个板三个板上来的时候 你看它是扛在这120均线 60均线上面的也就是水上板水上票 一直过来在这个位置 连续出现这个涨停板 你看这两个卡位的涨停板 到这里面 三个三个小阳线 齐形整理以后 放量 突破 新高 创新高 然后再来一个涨停板的洗盘以后 完完整整的离开了整个空间 到这里面开始加速 这个是 就这个票 简单说几句 谁都能讲 所以这种是马后炮 只能作为一个案例 但是这一波上来以后 回踩到这个位置 我说过 一旦到了夺破 基本上 你就先观望 到这里面 连续出现这些涨停板 你自己看看 它整个趋势是怎么样的 是吧 到这里面 这一个 齐形板 开始突破 到这里面 这一个 要归入这边 然后从这里面看过来 这一个就突破 也就是昨天打的这个突破板 很多都是担忧的情况下 今天急着高开给予一个涨停的议价 所以昨天打的这个空间楼 今天是百分之百成功 摆在事实的这个我们面前的事实 不用讨论它是对是错 它就是对的 注意这点 错就错 对就对 这里面明明就是对的 是吗 所以要有一次空间龙的成功 那么接下来中金电子 今天中午讲 它如果没有顶上去的话 那么留给的就是中金的三进四 三进四 这个价位呢 还是勉勉强强 你看它前面的 经过这一段位置 是吧 然后在里面投破 再连续四个板 跟着票 从高打到低 就要这点 简简单当中 通过实践来 落实我们这种理念思维 东京电子 最终没有扛的上来 掉队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删除掉 不用看它了 明天归明天的事情 Tranjuan现在还是非常的强 16万 顶着10万 这里面呢 封城比非常的大 你看这些 那么要 一看我们这个K线的结构 或者说涨停板的情况 基本上就一清二楚 我为什么要强调 要把这些涨停板 这些跌停板 改一个颜色 主要是让我们看票 看盘 非常的明显 减少我们在这些看盘的 盯哪个K线的涨停板 这种的时间浪费 有些那种放个鼠标 这里面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 没必要 一看就知道了 清清楚楚 所以这个川运股份 现在封板 16万 然后下来这几个 我们就可以完成 把它除掉了 这些票呢 有它溢价的 虽然绿的也有溢价的 只是说今天没有涨停板 就先把它挪掉 因为我们盯的是阶梯板 盘号呢 做一个简简单单的这种排列 把它删除掉 删除掉 这里面是一进二的 到这个卫士 也仅仅是16个票而已 这些是首板的 所以我们重新再搞一下颜色 比如说这个宝塔 它是进五板的 标注一下 这个中间是四板的 标注一下 这两个是三板的 标注一下 这下面这几个呢 是二板的 这样标 然后呢 适当的把这些删除 我们把它调过来 就很快了 是吧 把这几个也拉过来 你放过这个板块 那里面就出现了 这16个票 16票 简简单单 很快的 当你在这个模式里面做好以后 我们就会发觉 事实上我们看盘 非常的简单 但是你非要把它搞得复杂 要研究这个票 基本面怎么样的上半年的业绩如何 它有什么信息 有什么国家 或者说国际 各方面的业务等等 然后龙武板 谁谁谁搞了他多少千万等等 你把这些全部研究完 可能你都没得出一个绝对的结果 只能讲 根好阶梯吧 这里面就是主力基金机构 最集中 也就是情绪最集中的地方 就在这里面 他们有往上找的 也有掉队的 很正常 正常的无法正常 可以这样讲 所以我们做股票 尽可能的简单 简单 再简单 不要陷入那个繁杂的指标陷阱 就要我讲的指标陷阱 你慢慢的去体会去对比 首先第一个要把自己那种 用想象力炒股那种行为先放到一边去 以石盘为主 以石盘为主 你那个模式是打板的 是超短线的 是超短线的 是追涨的还是中长线的 你要基于你本身这种模式去做 去搞 特别是中长线的朋友 他这一段两三个月 甚至一年两年可能就是两三个票 他能做的基本上就是两三个票 不会做太多的 上线的 为什么 越少越好 越少以后 他就会滚动波段 上去 对线下来 接单上去 是吧 要对线下来 要滚动做题 他连续的做那么两三个票 基本上就达到了 所以做中长线的 你不是说他讲不讲的问题 聊不聊天 而且说他本身就是那么两三个票 你叫他说什么 是吧 天南地北闲聊是可以的 但是讲太多的理论 对这种来讲 根本没任何作用 讲什么理论 4700多个票 我就是搞他两三个票 中长线的 还要聊什么 只能说 偶尔拿个手机 拿个电筒 翻看一下 这个票 达到了我的 这个 开始吸筹的位置 没有 没有的话 继续等 明天后天下个月 就是这样的 不断的等 到了位置 要开始 仓位要进去 拉上去以后 马上要走一段 账户里面 这个票永远都持有 但是每次都是不断的滚动 这个就是中长线的 不断滚动的 一个非常的好的 也非常轻松的 但是我们打板的就不要 打板要看盘 基本上天天换股票 所以你能不能适应 适合这种方法 你要看你本身的情况 一个天天在开盘时间上班的人 真的不太适应盯盘 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打板方法 有的 有的 我给你讲的 但是你不一定愿意接受 因为你有太多的那种成熟的 或者说那种理论的东西 很多时候你会带着一种 抵触的情绪 是吧 有机会就搞 没有机会就当 天天有此 每一天都看着我们这些票 不用管他外面的世界如何 这个市场只要不会倒塌 永远都会给我们机会 如果外部世界真的发生大的战争 或者各方面的情况 所有的人基本上都马上跌 人人都不避免不开 但是我们做这个票的 可能开溜的机会 或者说反过来赚钱的机会 可能比其他的还要多